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到十二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人生的智慧以及好听的歌曲 希望来送上这首 同样也是由太阳盛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这次以后》 在音乐之后就要来进行今天的书机导读咯 《这次以后》 《我学会多加珍惜》 《不经一世》 《总不争一致》 《终究要珍惜》 人生经常这样时候才在地 总在这次以后才积极 能不能凡事多加把我懂得珍惜 生命经典故事就在相信 《这次以后》 《学校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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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咖啡》 成长轨迹里 学会那情 抵达间 流的流下泪滴 这次以后 不再而行 能不能 多加班我珍惜 生命经典都是 就在相信 剩下你红领 都是好可听 这次以后 不再而行 在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同时也在我们节目一开始 会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的书籍 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 由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的 《幸福跟着来》 在当中非常的特别 是透过了学员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 来分享不同的主题 包括了亲密家人 还有健康 疑难杂症 等等不同的内容 而在上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二之四章 一切的病皆来自于心与灵 而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 幸福跟着来的二之五章 和负能量谈判的筹码 读者提问说 最近肝胆的部位经常疼痛 却看了好多次医生 都没有查出所以然来 但是疼痛依然存在 医生却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非常的担心 请问导师我该怎么办呢 而太阳盛德导师解答说 肝胆痛就要先排石头 以咖啡灌肠排毒 体内的排泄物很毒 却存活在体内已经三十天以上 即使每天如厕 排出的只是一部分 一部分常年积累下来 逐渐产生毒素 所以毒素排掉后的肝胆的痛 可能就能够舒缓了 中医讲不通则痛 只要会痛就绝对有问题 西医对于病因 只能诊断约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四十还诊查不出来 然而中医可以补足百分之二十 但中西医都无法判断的 有另外百分之二十 有时候网络上教的一些食疗方式 倒是可以试一试 咳嗽时蒜头五瓣剥开 加冰糖及一碗水蒸 咳嗽是寒咳就可以吃 如果是热咳就刚好相反 你的痰是清的就是寒 是黄浓的就是热 诸如此类 在大自然里有太多不要而喻的学问 你都可以拿来试试 人世间的病尤其在现在的怪病特别多 中西医都看不出所以然 这已经超越了人间的智慧 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能力提升 确实可以清楚了解你的状况 这又是修行的另外一个好处 肝胆痛的症状要尽快看如何解决 等到了西医确诊就为时一晚 西医看不出来就还有一丝希望 身体要好就要先排毒 吃点酸喝点醋又易肝脏 对你的身体来说这些都是好东西 感不好脸色就不佳 严重的身上就会看不到光彩 再严重者就会发黑 你能认清事实马上调整治疗 身体自然就改善了 如果头脑不清楚或者是你的业障使然 再好的信息到你眼前 你还是一个绝缘体 没有福分来解决问题 所以还是我讲的德最重要 没有具备德资量 就没有和负能量谈判的筹码 如果你能尽快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方法调整 应该就能够看出些稀窍 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任何的疼痛 你都不要把它当做没事 它绝对有一个问题点在那里 所以身体上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它必定有原因 甚至 让世界分秒都是主题 值得流离 懂得尊重音乐 幸福和情 打下线高风 转瞬间实行 生命运动 生命奉惑 就在自己 要记得 生命也也是好心 也是好心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不再而行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先来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的 幸福跟着来这本书集的第二支五章 与负能量谈判的筹码 有了健康的身体 有了好的得资粮 就可以有着好的谈判基础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要做非常多的一个练习 还有做调整 除了这本书集 在当中蕴含着生命当中 各种需要的幸福泉源之外 另外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分享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的前一本书集 叫做《超级生命密码》 在这本书集当中 也谈到了两大的生命关键 也就是爱与感恩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Podcast上面搜寻了节目 来听听之前的书集当中 导读到的内容了 而在我们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除了会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著作出版的书集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的就是 超级生命密码学员 来跟大家谈谈 在学习超码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还有收获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特别 邀请到的这位小来宾 只有国小而已 不过却透过了超码的学习 改变了人生 也让自己的生活在课业上面 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邀请到的就是超码的学员 友和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你好 龙姐好大家好 我是友和 那像是友和年纪那么轻 才小学六年级 那到底刚开始是怎么样来接触 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就是妈妈刚接触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时候 友和就跟着妈妈一起参加各种的活动 就会不知不觉的 就会开始融入超码的生活 每天就一直持续精进的 和妈妈去参加活动 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道理 那像是导师其实有出非常多的书 友和也有看吗 我有看 最有印象的就是超级修行密码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啊 其实修行是很重要的 因为修行是修行是要修的是教养 还有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提升的部分 所以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其实呢也越来越认识自己 而且呢也开手跟着妈妈 还有所有的超码家人一起来学习 那像是友和还记得第一次跟妈妈一起去参加的超码的活动是哪一个场次 讲了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第一次去参加的超码的活动是经营会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读书会和经营会 刚刚开始友和是听着歌 然后因为这时候这个歌友和都不认识 可是听久了啊 友和发现这些歌啊都有其中的道理 而且会有奇妙的旋律 听起来会让身心灵啊全部放松 有些在身心灵诸多的那个凡戒 或是会扰乱扰乱你 会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你会再更加的放松 那像是导师的歌曲有非常的多 有对哪一首歌曲特别有印象 或者是特别喜欢的吗 呃我最近喜欢的歌曲是四者 最近还有出最新的一首是《思念》 适者就是因为天地适者浮满天嘛 在超码界当中啊 在超码的世界 我们在度人啊 或是在帮助别人 邀请大家进入超码这个大家庭 然后再邀请大家进入大家庭啊 这些其实都是有功德 都是有德之良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嗯那其实有在学习超码的过程当中 除了跟妈妈所有的超码家人 一起来学习 然后呢也参加了精英会 听到了这些感动人心的歌曲之外 那像是有和有没有觉得 在学习超码的前后 是不是也对于你不管是在生活啊 跟朋友相处 甚至是在功课上面也有所提升和进步呢 有哦就是本来有和啊成绩也不是很好 因为在之前有和的一些数学的逻辑和国语的一些点点啊 都是没有很清楚的 而在学习超码之后有和觉得自己的智慧真的是有所的提升 在写数学的时候也更了解老师在讲什么 和一些数学的原理会更快的了解 而且还会付诸实行的去落实这些一些要去复习的重点等等 所以在学习的部分有所提升 那像是在像运动的部分 是不是也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呢 对就是因为在之前有和在跑步的这个项目当中 有和是没有很强的 因为想要去评估那个同学却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绝望 然后在学习超码后有和发现自己的运动的那种肌耐力 还有运动的一些体能啊都真的提升 而且在提升的过程中还领悟到一些道理 就是在跑步啊 其实真的是对于人体的健康还有等等 都有一些主打的帮助 然后在这些帮助中会落实到生活中 让自己教养等等越来越提升 在练习运动之外除了强身健体 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些收获和不同的体验 其实真的超码是带给大家一个转变的机会 那像是除了在学习啊或者是在运动的项目之外 那会不会觉得在学习超码的前后 其实跟不管是妈妈啊其他的家人啊 朋友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和乐了呢 对啊因为家人之间啊有时候会 就是不知道要讲什么话 然后在学习超码后有何发现 在和家人聊天的过程中 会多一个超码可以让你聊进去 而且在聊进去还可以一举两得 因为你还可以和家人分享超码 聊一些超码的音乐啊等等的导师的课程 然后在这些课程的收获心得感想等等 在跟家人之间也越来越有话题了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那在今天的访问最后 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 在学习超码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我觉得在超码的共证中 在爱的这些循环中 有何发现的这些循环啊 是可以越来越提升 而且这些在对话方面或是 各种人生会遇到的各种难题啊 真的就会有解了 你可以在一些共修导师的课程 学习到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道理 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中 就会慢慢的 诸多的课题都会有所的提升 然后再次有和邀请大家 来参加超码的各种活动 还有参加超码的共修 导师的共修和精英会 谢谢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就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小小学员 12岁的有和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有和 谢谢子狼姐姐 而紧接着跟大家分享的这首音乐 就是刚才有和说到 在最近听到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同样也是由太阳盛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试者 在音乐之后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 进行我们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 要将主持棒交给笑语 邀请到的是太阳盛德导师 来为大家提点本周的主题 想要掌控别人 那该怎么办呢 那在待会儿的音乐之后 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问》 如果有我的心能让苦海挑了你 我会更努力 愿与天比翼 愿与地平地 愿生命精彩充满意义 日夜不止息 日夜不止息 曾无天地的沉溺 请一生之力 各火串起 开披心天地 牢牢扎下根基 风雨清晰 回忆更清晰 阳光照耀指引前行的足迹 天地传递生命的目的 让生命精彩充满意义 让生命精彩充满意义 若花不朽的奇迹与传奇 因为 今生难得来生不已 天地就是我努力 唯一的归影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探讨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好我想人世间呢 虽然我们不过也就是 那几个人际关系 也不过就是会遇到那几件事 但是呢 这其中里面所牵涉的议题 真是太多又太复杂了 尤其是呢 这个爱情 我想是很多人 都会面临到的一个议题 纵观古今中外 的热门畅销的电影 或是书籍 也很多都是跟爱情有关系 好所以可见得呢 爱这件事情 对我们人类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呢 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或是婚姻过程当中 当然很美好的就是 你爱我爱你啊 两者之间互相的协和 那是最美好的一段关系 可是呢 我们也往往也会 在这个新闻当中发现 就是有些人 就是会忍不住 去嫉妒另外一半 跟别人说话 然后呢 就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行为 那之前我们常常在探讨的都是 这个可能是受到控制跟迫害的 这一方的心情 还有这个该怎么应对啊 那今天我们要反过来看看 如果说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就是那一个 会控制不住 想要让另外一半 完全都在自己身边的话 那这样的话可以怎么办呢 在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命 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当中 关注比较多都是 真的都是被害人哦 那么在加害者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比较少谈到 虽然现在的社工单位 就是也有针对这个加害者呢 来进行一些辅导 但是呢 我想这整体的社会氛围 可能还是对于加害者 比较多这个仇视的意味哦 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加害人 就是说这比较容易 想要掌控别人的人 到底这个为什么我会 就是忍不住去想要控制 我的另外一半 不能跟其他人说话 不能跟其他人出去 然后呢 也不能就是在网上 跟别人有太多的交谈呢 我想你如果把这问题问一般人 一般人就说 因为可能当事人他太没有自信心了 他觉得这个另外一半去网路上 当东沾下西沾下 可能就产生很多问题 对 所以一单一点呢 就干脆就是控制着他 不要去外面这个 脸花惹草 就没事 对 所以这么样的 下了一个命令呢 造成了他的另一半 可能很多的烦恼性 或者是很多心中的 说不出来的五味杂成 对 或者是他的 这种控制的言行呢 已经变成他婚姻的一个杀手 对 他还不知道 本来我们是希望控制的 对方不要有问题 但他不知道说 这么一控制呢 本来没问题便有问题 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想就是 每一个人他要很清楚知道 究竟这个生活品质的成绩啊 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心思作为 是往正向的加分呢 还是已经在扣分的阶段 我们还不知道 我想这个都是自己要很小心留意 而且要有这个 可能是要多根筋吧 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生活幸福的指标 嗯 我觉得对于像刚刚老师说 这个要多根筋去意识到这件问题 好像对于喜欢或是忍不住去掌控别人来说 这个意识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困难 因为呢 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孩子聊天 那那个女生比我大了大概十岁 她至今还没有结婚 那有次聊到呢 就说跟她这个小哈很多的男朋友分手了 我就问她说怎么啦 发生什么事了 她说呢 前男友控诉我是个恐怖情人 她说 因为呢 就是他们吵架的时候 这个女生就开始踢东西摔东西 然后在她面前烧他们出去玩的照片 她说你觉得我这样有像恐怖情人吗 我一点都没有恐怖情人的真相 然后但是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也是有点吓一跳 就是说 看不出来这个女孩子 就是在她这么漂亮的 这个理念呢 背后居然是一个比较激动的一个人 但好像对于就是会产生别人恐惧感的这件事情 她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识感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朋友 天生下来就比较少跟金呢 比较少跟金 这种东西啊 就是说 如果你专到了这样的一个频道 就是你不安嘛 你认为总是会出问题的这种频道 你去呢 就会产生共振 她就是今天的不安 会造成明天的更大不安 明天的不顺眼 会造成后天更大问题 产生两者要面对的一个事实 所以每天的这样生活下去的 后面 就会产生所谓的不幸福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吗 今日是今日比 对 有些夫妻 她可能不希望她的老公 在外面多看女生一眼 那她老公多看一眼 可能太太就说 你这样不是很好 那老公可能觉得 好吧好吧 那就抱歉了 下次不看了 那可能那一天就平息了 那就OK 对不对 但是如果那一天的这个稳定性没有脾息 这个太太的心中就是有个疙瘩在那里 那老公呢 她也不因此想要有个妥协 她觉得我也没错 对不对 这有可能这个相互两边的这个自我的共振 就产生一个鸿沟 嗯嗯 但是这个鸿沟呢 她要用她的一个手 就女生呢 可能要用她的一个手段 嗯 去做中间的补强 但是往往用这样子的方法 长时间来 回来看所有的进展 其实 往不幸福 这个 的路上走的机会大一点 嗯 那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 那你自己就知道 后面的结果是长这样 对 那是不是就要开始用智慧的 调整 嗯 而不是用一个 一个血气方刚的命令 嗯 然后让对方 好 可能阻吓了她 或者是对方怕 吓到了 但是对方的心里没有那么想的时候 就有可能 造成了 未来更多 搞不定的伏笔 嗯 这些东西其实 你说 那一下子 可能对方 就忍气吞声 嗯 但是是真的 认为你就是如此 她可以接受呢 还是她没有办法 只能先等待着 将来 有可以发挥的 时机点 她才发挥 所以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但是我们既然在讲 超级生命来说 讲的是要讲结果论 对 就是当时的结果 是不是能够帮助当时以及未来 我想这个才是网告 嗯 而不是说 你说真的 嚇阻了一下 然后后面 真的 就那么一下子 好像 乖了一点 后面 还是 但是 产生了问题 重重的话 嗯 那你这样的一个嚇阻 可能会更让对方 想要有 反方向的 方向的这种发展 更强烈 也有可能 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 很小心留意 随时在秒秒间做可能性的矫正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拿捏法 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嗯 的确在这样用这样比较直接的方式去控制 或是命令对方 会让对方感觉不舒服 然后慢慢两个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摩擦产生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呢 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的出来 不过我想对于这个所谓 想要命令另外一方的那一个人来说 也很辛苦 因为他内心就是很强烈的不安 他才需要用一个非常手段来镇压 对不对 他发不得这个 发布临时动乱 想要来 禁止所有的言论自由 就是因为他内心太不安了 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跟呈现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像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让自己的内心 这个不安可以被安抚 然后同时呢 又可以跟对方维持一个互相尊重跟平衡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就是导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这些被强烈跟巨大不安所笼罩的朋友呢 好 我就讲实例 有很多夫妻间啊 比如说太太这一方 他对于先生天天外面这个交际应酬 总是觉得好像有所不安 有所怀疑 对 那有一天呢可能就真的发现了 这个先生哪里多张名片啊 哪边真的有个什么符号啊 所以他真的发现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懊恼 以及更加的这个情绪上没有办法控制 对 那以他本来想要做的呢 就是要加大更大控制力去把先生所谓在暂时间把他管束到乖的方向 对 但是他们往往来找我询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的做法 对方能服 那也就是另外一个结果 如果对方不服 你这样的做法反而把你们 本来还有那一点点婚姻的味道的可能性往外推得更远 所以我往往跟他们说 就是说 那你要看啊 就是说 这里面有很多种case 那这种case里面呢 跟自己的心态也好 这个实际面的呈现也好 或者是环境的这个对错也好 都有很多很多议题 需要在里面做分析 然后看怎么样给自己一些进步的机会啊 或空间啊 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而不是说先去控制着他 先去跟对方吵着媒体 那有些这个求教者 他们就可能听进去了 后来就可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他自己也成长 然后再跟先生做可能性的一个沟通 哎 发现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调整之后 再来谈 胜算会比较高 嗯 那如果当时就那么样子的 莽撞的去求一个对错 或者求一个 要对方听你这样子的一个命令的 可能这后面比较令人担忧啊 嗯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来洗礼的时候 一步错或者是一点点的错 可能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 那这些东西还是个人的智慧 以及平常是不是就有在做可能性的自己的提升啊 嗯 各方面的进步啊 这些我想都很重要 来做一个很严肃的来要求自己吧 所以我经常在讲说反求诸己啊 嗯 就是总是要看看为什么 总是要给这一个分析的一个客观的答案吧 嗯 你总不能说 先生天天在这样子的应酬中 看到了很多的画面 但是自己却没有进步 让先生看到觉得这一比就 也不知道怎么比了 嗯 那这个时候对我们自己当然是不利了 对不对 嗯 那如果有可能可以让自己提升的机会 我们为什么不呢 嗯 那不如先提升完 再来好好的聊聊 我想这样子 机会点会比较多了 如果你就说 我就是这么 啊 这个 挂地自限 然后各方面我也不想怎么样 有什么调整 嗯 嗯 但是却一而再再三的要求对方 啊 控制对方 有时候会 会不会造成了一个后面很大的反弹 而那个反弹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因此就可能 可能就是比较令人遗憾的结果 嗯 这些也都是我想我们要想清楚 弄明白这里面的一个人性吧 或者是这个自然的一些规则 嗯 我们有没有真的让我们能够加分的拿捏到 而且掌控到我们加分的部分 再来做可能更有效的一个一个沟通 嗯 进而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啊 那一点控管的欲望 但是这控管的这个方式 可能让对方又很容易接受 嗯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都是生活的艺术 所以我想刚好提起来 有很多方向 我们应该在平时就能够好好的去了解 弄清楚 嗯 甚至于在生活中就好好做实验 这样 所以先从自己开始来进行提升 好 但是呢 嗯我想是在这个谜团当中 还有很多代解的问题 好 我们在这边先上做休息 在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太阳声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珍惜爱 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说明里我愿这份真爱 这种感受很感恩 因为爱 因为这爱不再遗憾 我愿珍惜因为我珍惜爱 我愿珍惜因为我珍惜爱 这世界一天不能没有爱 因为我们已围着这副情怀 直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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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真爱 天荒地老永远会有了交代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印刺肩上的未来 珍惜爱 珍惜爱 我尝到了 人生精彩 珍惜爱 我掌握了 爱的未来 我心一族 拥有着真爱 从此过 珍惜爱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振生台北条平台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来跟大家分享 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在今天我们来聊聊 就是会忍不住 想要控制对方 符合自己要求的 这样的朋友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 因为我想对这样的朋友来说 其实他们也是过得 非常的辛苦 因为总是要老是要怀疑另外一方 怀疑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 比方说监看对方的社群媒体 或者是去掌控每一次 对方跟谁出去 有多少人 甚至有的比较激烈 就是规定说你不可以跟任何一个异性 团体的也不行 只要有异性 不管他是老的 小的 少的 美的 丑的 都不行 也有这样的朋友 那我想对于这样子不断的在下命令 或是管控别人来说 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很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往往这样的朋友可能在感情上面 遇到的挫折 也许也会相对的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可以帮这样的朋友 可以来做一些解套 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大雨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所以导师刚刚在前面呢有分享到了就是说 呃这个对于这样子的朋友可能要先从 可以先从提升自己开始 好那我想这样的朋友可能就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说 可是那导师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 我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的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 一旦呢我的注意力在他的身上 我就是会情绪忍不住受他的牵动 今天他很听我的话他很乖 还没有跟别的异性出去 我就会觉得心里很有安全感 可是呢只要他今天他跟哪一个女生说话 他跟哪一个护士多讲了一句话 或是呢他今天跟他的主管的老婆多讲一句话 我就会觉得很不开心啊 那那这样子我应该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就是会忍不住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我想我们在讲这个男女的情感的这种掌控之前 我举个例子 以前我看过一对夫妇 这个男生是博士 刘美的博士 然后呢他就有强烈的掌控他太太的一种动机 包括什么包括洗碗 包括他太太洗碗 他都要告诉他太太说 你洗个碗先要怎么先洗哪里 转几圈 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太太不从他 他就要给他可能是一种灾害性的教训 所以后来这个婚姻也是非常的不幸福 这都是红尘中很多的例子 就是说你不管就是控制他洗碗 还是控制他跟哪个女生说不说话 那我想我们与其在说 你开头想掌控他 因为你认为我的重点都在他身上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给自己一个机会 如果我今天不掌控他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最坏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 如果今天我们不掌控他 最坏这个人就跟着别人飞了 那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要找的 走到白头的另一半了 是不是 那如果自己因为没有好好的看待自己 然后弄得都很扣分 都很掉漆 然后又一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直叫对方 这个不行那不可的 那对方又不从 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婚姻来讲 真的有加分吗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结果论 如果让我们自己没有加分 那我们又一直在往那个上面 这个什么伤口上撒盐 然后每一次的这个要求 都是让你和他之间的破裂点 越破越大 越深 那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要的吗 嗯嗯 所以我想可能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range啊 就是好跟坏之间 我们到底可能性将来的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自己要先想清楚 嗯 那想清楚的同时 你在想着现实面的生活 是不是幸福美满 和你现在的这样的掌控 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掌控 会更加幸福 那也许你有你的理由 去做这样子的努力 但是如果你的每次掌控 是让对方看到你丑陋的一面 是让对方没有办法再这样子下去 接受你这样子嘴脸的时候 那这个后面你要的又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让你增进之间的一个 因为你想掌控它 不要让对方可能性的干扰 但是对方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接受你的嘴脸 这个气度啊 这个样子啊 所以他更加想要看外面的世界 那是不是让我们适得其反 反而给自己走到不归路 我们不想看到的画面 所以我想还是用现实方面来做一个推演啊 才可以看到自己在现前的定位 是不是如此的贴切 让你把和它之间 推向幸福美满的一个道路上 如果不是 那我们就要想那该怎么办呢 要有一个方法来做调整啊 如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这样子下去 那一辈子如果换来都是不幸福 到后面又是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 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生活结论吗 那我想这些东西呢 也只有自己愿不愿意面对现实 才会有一个基础性的阶段性结论 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议题真的蛮值得可以一听再听哦 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多多少少内心都会被不安的情绪给 有时候可能是驱动啦 有时候可能是笼罩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这样的不安 而呈现掌控别人的这样的方式 所以像刚刚导师说呢 如果今天掌控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如果不掌控 我们可以试试看那样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时间可以验证一切 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议题当中 经常会受到不安情绪驱动的朋友 我觉得导师的方法呢 可以尝试 不过其实在前面导师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先想办法提升自己 那这个可能控制人别人就说 提升自己 提升什么呢 提升控制别人的手段的方式吗 强度吗 就说反求诸己 就是因为他不听话 所以我才会生气啊 我才会要加强控制的力道啊 那这样我提升自己 我是要提升什么呢 其实哦 人家说这个将心比心嘛 就说你掌控他 叫他不要去看别的女生 不要去跟别的女生说话 但是你叫他来看你啊 对不对 但是你叫他来看你的时候 他对你兴趣缺缺缺 那你就要去想咯 为什么呢 以前不是很喜欢吗 现在为什么都没兴趣了呢 那这是我讲的 你的吸引力是不是还依旧存在 那吸引力这个东西 就好像你演戏咯 你要演出一个怎么样的味道的戏 完全在于 你是不是能够擅长的把你该演的剧本演好 那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可能是演员 也可能是编剧也可能是导演 那我们是希望往幸福的路上走呢 还是我们今天要演着哭哭闹闹的戏 但是哭闹闹闹的戏呢 毕竟演到后面呢 分的人是居多 不会和 不会幸福 不会圆满的 这种可能性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哦 那如果 你要对方不看别人 看你 那你自己就不好好弄 不好好的准备 让人家看到你的时候是满心欢喜 嗯 那我们就现实的问一下 你究竟要什么 嗯哼 对不对 对 人家不是看 不是看外面 而是看 看家里嘛 那家里又看不到 那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反求租籍咯 哦 因为我们真的是讲很现实嘛 对 就是我们不要在那边绕圈圈 啊 绕来绕去绕到最后 全部都是不务实的说法 嗯 所以大家还是扑个空 嗯 那我们就讲现实一点了 你叫他不要去看对方 我说良心话了 如果你让对方就是 另一半看了 啊 觉得真的 就是 产生了更大的 这个兴趣 啊 或者是味道 他可能就没时间看对方 看外面的世界 嗯 对 就可能一直就是没办法搜索 嗯 一个他想要 追追求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所以他一到这个 红尘中花世界就是 今天 站站这里啊 明天弄到那里啊 就搞得就是 大家心里都不高兴 嗯 那 见招才招 我想聪明的人 不管男生女生啊 我想 还是要以比较 务实面的现实 来看 啊 毕竟我们 真的能够提升 能够成长 对方接受 啊 而且看得到 我们跟以前的不一样 那对他来讲 他可能 也会想着 感受着 你的进步 嗯 而他内心这种 踏实感也许更多 是不是 嗯 那你说 今天要求他 就自己又不进步 然后他看着你又觉得 哎呦 怎么 怎么会是长这样 对 他的 给自己 等于是 比较弱的一个局势 那我想这样子 也不是 想掌控的那个人 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所以这些东西 还是真的要看得很清楚 想明白 要不然 就要问自己了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不 你总是戏要演啊 人生如戏啊 对不对 你又没有给对方一个 怎么样的满足 然后你又叫对方 怎么样怎么样 那对方他又没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样素养吧 嗯哼 那这个时候不就鸡同鸭讲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的婚姻会产生矛盾点 或者是没办法再补强回到过去 都是因为在中间可能 有点掉以轻心啊 或者在可能性的一些机会点上没有抓紧 嗯 也都蛮可惜的 所以我想对人听到这些可能就会想说 那 导师意思是说 呃 我们不要让对方看外面的事件是看自己嘛 那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嘛 比方说欸 对方就开始觉得 欸长头发女生比较好看 那我就要留长头发 对方觉得这个穿短裙女生比较好看 那我就要穿短裙 对方觉得这个胖胖女生比较好看 我就要变胖胖的 是这样的意思吗 呵呵呵 这有时候啊 领导流行啊 是不是 对方本来可能想要走那个方向 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东西 人家感觉到比那个喀销走的方向还要好 嗯 那就 就可能向着你这边了嘛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他的视野 拉到你这边来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就有可能 东看看西想想 嗯 我们是讲比较现实面了 嗯 我现在很多工程里 真正在看一些 婚姻的问题也好 或者男女朋友之间的问题也好 嗯 其实很多都是这种情况啊 我只是讲的比较现实一点 嗯 没有在那边断 嗯 我想不管怎么样啦 还是要对方有一个 就说他闭起眼睛来 他会想到你的好 嗯 对不对 嗯 他会有他的一个记忆体 啊 就说 他不会 就说一看到 花花世界就把你全忘光了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 那可能更加容易 让对方 可能甚至于不用太要求 对方也不怎么看外面 嗯 其实有的时候比较 不管是物理还是化学的原则 嗯 我们比如说啦 我们很久没有喝水 你是不是想喝水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口渴了嘛 你想喝水嘛 嗯嗯 那想喝水的时候 他是去哪里找水源呢 是从你这边拿到水源呢 还是他到外面拿到水 嗯 那当然 能够就近拿到水源 就很方便咯 对 那如果可以很方便 为什么我们不呢 嗯 那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话题 想通了你就知道 就是一不通了 你就不不通 但是你想不同 有些人就会说 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活 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改变 嗯 那这到后面有时候就变成 两极化 嗯 他不在同一个页面上 就讲不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寄同鸭讲了 嗯 但是又有些人他要一直 执着在他自己的要求上 那你说这婚姻怎么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有很多的界面耐人寻味 那就是我们今生 要去研究圆满的客体 而且我们把这个东西 稍微拿出来讲了呢 那在这个上面呢 我想也是听众朋友要 可能 沙盘推演各方面吧 不光是 你要求他 你要为他而想 他的立场 为什么会这样 嗯 我想这样子相互 都有一个 前提 为对方而着想 对 那么席符席缘的看好今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约定 嗯 各方面的一个投入性的 可能进步 可能成长 来为这个婚姻环境中更多 剩算 来加大 我想这些都是好吃 嗯 但是就要看我们 没有 及时发现 这个事的 必须要做的必要性 嗯 越早看到 今生 越是收获 对 越晚看到 越是一看 嗯 所以你看每一次的这个单元呢 我自己都个人非常喜欢 因为导师总是有办法 帮大家解答很多 真的是疑难杂症 你看我觉得导师刚刚说的 呃 很多都很值得 进行深深的思考 比方说 欸 我们要反求诸己 然后我们要别人 不看别人 那看自己 那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提升 跟什么样的 嗯 改变呢 还是我们有没有用心 在经营这样的关系当中呢 正在对方的立场 帮对方想想 他在这个婚姻关系 或是在这个双方的关系当中 他有什么样的立场 可以嗯 继续的维持这段感情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很值得来思考的 所以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呢 我们常说 其实就是要弄清楚 想明白 很多的逻辑观念 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了解 我们都以为 这事件不就是这样运行的吗 可是呢 我觉得在这样的系统当中的学习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需要 学习的一件事情哦 他跟我们 不管是在学什么样的学科 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要透过学习 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逻辑弄清楚 想明白 好所以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科学实验 就是透过步骤一二三 还有很多 比方说读这个 蔡里旭老师的弟子规 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怎么样 好好的来演完我们今生的这出戏 让这个戏越圆满呢 我们就当然这个人世间过的 就会越开心更快乐更幸福美满 所以透过这样的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呢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朋友 可以过好今生的人生 好所以在全世界各地呢 也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这样的精英会呢 就是会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还有学员朋友 会互相的来分享 那么当然在这个网络上面 只要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导师的这本书籍 以及官方网站 还有粉丝专业 那另外呢 在手机的当中也可以搜寻APP 这个APP呢 就是请大家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 就能够找到这个APP了 所以呢 只要透过官方网站 以及手机APP的客服人员 都可以帮助大家协助 找到最适合你时间跟地点的 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当然啦 在这个Podcast上面 也可以搜寻辅导你家这个节目呢 你也可以收听 从过去到现在的每一集的节目内容 非常的丰富跟精彩 好 所以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下来 你也可以直接询问人员 来直接做一个解答 好 这个电话呢 大家抄下来 在上班时间可以拨打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小雨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谢太阳圣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提点还有建言 其实每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都会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或者是这些自己没有办法理清楚的事 不过呢 导师就透过了智慧的提升 还有这些能量场的转变 都可以带着大家呢 往一个好的方向来解决 所以呢 在每一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 其实有主题都非常的丰富精彩 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听到之前的节目内容 也可以在Podcast播客上面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所有不同的节目内容 而另外在每周六的晚上八点钟 不管大家是打开脸书 或者是YouTube频道 只要在上面搜寻因为你 这个音是音乐的音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的节目 在当中除了有些好听的歌曲 还有歌手的演唱之外 另外也有非常多学员朋友们的短分享时间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透过了网路来加入其中咯 今天晚上八点钟 在脸书或者是在YouTube频道当中 搜寻因为你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 来送上这首音乐 也是由太阳盛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恩师颂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节目 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咯 我们下周六中午的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LV104.1 空中再会咯 拜拜 这一生的心情 天地里里常在心 这一世有个人 此次感动出真情 如果不是曾经 今生不会清晰 要是没有蜻蜓 风雨 风雨还不会停 有好多话 好多话 感恩您对我的情 有好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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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情 脾气 憋系冲净 已失尽 恩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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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视线 让我找到 生命名单 生命名单 令你回答 恩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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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缘分 启蒙了我 今日的转 明日的转 未来 如果不是曾經 今生不會清晰 要是沒有傾聽 風雨還不會停 有好多話好多話 答案您對我的情 有好多情好多情 讚嘆成就我的情 有好多愛好多愛 揮手淚是今生情 有好多情好多情 體系憧憬已失禁 恩是愛恩是愛 你的視線讓我找到 神明明的靈魂回的 恩是愛恩是愛 恩是愛恩是愛 明月的戰 愛恩是愛 愛恩是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